所以现在华航是不是要改名的议题 现在引发广泛的讨论 只是说这当中会不会有些困难 我们点出包括改名的工程 是不是过于庞大 再来还有国际民航协会 是不是有可能有中国的影响 再来董事会 华航董事会有拒绝更名吗 我先讲解民哥就你了解 现在你是不是支持 华航应该要改名 只是说这改名的工程 是不是非常庞大 我们终于看到这个名字 又再次的被扶上台面 事实上这个事情早在阿扁执政的 第二年的时候 就已经被提到这个事情 一直延宕到2006年 那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 在航权谈判 重新谈判的问题 事实上是令人觉得困扰 因为你跟民 你就要重新去谈判航权 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中央航空 在全市因为我们航权比较早 所以我们在各个城市 都可能都有不错的一个航班的时间 或者是所谓的可停泊的位置 因为你如果比较晚深情的 可能你就飞机要后面一点一点 或者是你的时间可能不那么好 所以这部分在2006年就打住了 当然我们就问一下 2006年到现在已经14年 如果这议题非常重要的话 其实在过程当中 就应该可以被讨论的 好那我们要把这两件事分两件事来说 第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现在在上市柜公司 它的名字不叫做China Airline 它的名字叫做中华航空 我们要先说清楚 所以中华航空这四个字 听起来比较没有听起来是中国的飞机 比较像是台湾 因为台湾叫中华民国 那这样听起来是英文名的问题 对 是英文的名字 那所以英文名字 那就让我们写了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写 因为我们去跟人家登机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以中华民国 中华航空 那后面括号 可能是这个China Airline去做讨论 但是它的本意 像你举个例子 德国航空它一定用德文去申请 法国航空一定用法文去申请 对不对 那一样道理 日本的这些飞机 他们一定是用日文去申请 在旁边刮住它的英文名字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单纯就是说 我们保留中华航空这个字眼 我们不更改中华航空 本身的名字的话 是不是可行 我觉得这不是值得去讨论的 那当然就有人提 那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那真的会在谈判这个航空过程当中 会有问题吗 因为我们知道 事实上有一个大的机构 就是国际的民航局 那我们这个 现在我们一直都被排挤于外 前阵子也知道 他们现在这个中华 这个就是国际航空公司的 现在的干事长 是中国籍的 那前阵子还把我们所有的发文 跟只要有人跟台湾有发文 统统都排除在外 就是那个组织 就是那个机构 所以那个机构 其实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今天我们是家上市公司 那我相信股东也应该 不会太反对说 只要没有动到中华航空 那股民不用更替 只是更改英文名字 这件事情听起来 不是那么困难 影响不是那么大 对 那我们用中华民工 依旧 中华航空依旧维持现在航线 但重点是地方就是 到底现在以中国控制的 那个中华航空 国际航空公司 他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像我们举个例子 还记得三年前的时候 他们要召开会议 我们还本来要去的 就临时他就让我们挡住 不准我们进去 就是中国已经取得了 他的这个位置 那后来他们 我们不是国际上 中国不是画了一个航线吗 那我们也去抗议的时候 其实在国际民航组织 他也没有针对这事情来讨论 所以基本上都在中国这一方 所以可能比较多考量的事情是说 我们这一关过得了 过不了 就是这个国际航空公司 这个国际航空组织的问题 所以就为什么 你看交通部的态度 他们一直以来都很保留 从阿扁执政 到马英九执政 到蔡英文执政 好那当然这个问题 就凸显厌是说 我们能不能接受 China Air Light 我相信很多 对台湾本土意识很高的人 听到早就很恨 China Air Light 怎么可以叫China Air Light 命就台湾 还是说那飞机涂装 是不是有可能用比较简易的做法 用China Air Light把它弄掉呢 涂掉 为什么把它缩小 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 中华航空这支 是我们跟各个塔台的建议 那当然当我们要进塔台的时候 它是用你的班机的名称 CI什么东西 它也跟中华 跟你China Air Light 一点关系没有 你的名字叫CI什么什么 他们所登记的是 你这家班机的名称 CI的C不就China的C吗 那关系 那我们CI 是我们把这个飞机定位的班次 叫CI什么什么 但是你的飞机上面 打出Taiwan Air Light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你直接打Taiwan Air Light 你还是要CI CI什么东西 所以在理论上面 这不是大问题 因为它是认你这个飞机的编码 不是认你飞机的涂装 那我举个例子 上次我们看到长龙航空 上面都是那个 Kawaii的那个什么猫 Hallokini 比它的那个长龙航空的EVA 还要更大 那也没有任何意见 不是吗 所以这个不是 那我举个例子 每次我们在看这个火车 这是变通的做法 对 那这个变通的做法 事实上是可被接受 但是很担心就是 国际航空组织 会百般的阻挠 因为如果今天叫Taiwan Air Light 他还觉得双方是同一个体 现在他们又对我们很感冒 如果我们改成 就是logo上改成Taiwan Air Light 会不会是现在交通部认为 在国际民航组织里面 我们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而这困难必须要 交通部跟我们讲 你跟这边沟通 是不是有困难 好 那有人说 那我们可能 好像就失去中国的 中国方面的班次 你不用担心 我们有华信航空 所以像中港 如果其实到Taiwan Air 他们不能接受 华信航空也是可以飞 当时为什么要设华信航空 李登温那个 你为什么设华信航空 就是当时就避免 Taiwan Air 如果不能飞的地方 就让华信航空去飞 所以这个事情听起来 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不要下定决心 然后去了解时程 然后去更改你的名称 或者我们尝试 不飞中国的飞机 我们先看 比如说我们到美国 比较友善的 我们就先把它改成 Taiwan Air 这也不是很困难 重点是你的CI这个字眼 是你编列飞机 颁表跟飞机停泊的要件 而不是你上面的logo跟名称